大家先来看一条信息 10月31日 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就当前及今后一段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布林肯表示 世界期待美中合作 美方愿就下阶段美中关系 同中方保持沟通 开展合作 探讨两国关系的基础 双方还求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从应约两字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美国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实际上自从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 中美外交和军事层面的沟通渠道 基本上已经失效 那么这一次中美为什么又突然通话了呢 个人认为 前几天也就是28日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公文报里的东西 成功打动了中国 伯恩斯只是驻华大使和王毅外长的级别不对等 它只是传递信息的作用 根本就没有任何决断权 所以中方在收到美国传递的信息之后 必须确认 所以中美就来了一场级别对等的通话 前提是没有一个让中国满意的价格 这个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伯恩斯的道任拜会也是遥遥无期的 伯恩斯公文报里装着装着美国开出的价格 但这些东西只能在很久之后的解密档案当中 才能有所了解 现阶段是不可能公开的 那么中美通话究竟要谈些什么 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 中美关系和乌克兰问题 中美关系一直是美国想要谈的重点话题 只不过一直无果 原因非常简单 美国一直想要以实力的地位出发 想要和中国谈一个对美国相当有利的经贸关系 问题是 中美之间的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早已经失去了优势地位 双方实力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所以 中国在阿拉斯加的中美高层次会晤中 当众指出 美国根本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来同中国谈话 这句话已经点出了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 但是美国不愿意去承认 也不想相信 甚至很多中国人也不相信 为了叫醒这个装睡的人 王毅又当着美国驻化大使伯恩斯的面 再度指出 作为两个大国 中美谁也改变不了谁 美方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 同中国打交道 不要总想着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 同中国打交道这句话 再度点名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 大家都是执起手 你能玩的我也可以玩 但是我不跟你玩的时候 你能奈我何 美国曾经是想不带中国一起玩的 不论是奥巴马的TPP 还是特朗普的贸易战 都想不带中国玩 但现实再度让美国清醒过来 没有中国的世界 美国根本玩不转 经过这些年的交锋之后 世界各国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搞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还可以在俄罗斯身上玩的转 但在中国身上玩不转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 美国一直想要和中国谈乌克兰问题 但是中国态度从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反正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就在旁边看一看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俄罗斯表态称已经准备好 和西方进行谈话 美国是不是拿这个来和中国 谈乌克兰问题 还有待观察 那么后续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简单说几点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好的方面 就是俄罗斯和美国 就乌克兰问题妥协 世界回归之前的平静状态 各国通力合作消灭新冠病毒 联手恢复经济 这当然是理想中的局面 能不能实现地看美国人的态度 只不过美国一心想要在世界拱火 以转移其国内的经济危机 想让美国收手从良不太可能 第二方面是俄乌冲突持续 俄罗斯和西方谈不拢 双方继续投入大量的战略资源 通过乌克兰进行博弈 第三方面是俄罗斯和西方妥协 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 这一点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一旦美国解决了俄罗斯问题 就会集中战略资源对付中国 想要对付中国在西太平洋美国很难玩的转 原因很简单 西太平洋离美国和欧洲太远 而且中国在东南沿海的战略资源 相对比较有优势 想要在西太平洋和中国玩 西方没有哪个战略资源来支撑这个战略 日本和韩国能不能应付朝鲜都要打个问号 所以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激烈的博弈 美国必然想要在中国周边 找一个乌克兰做代理人 而这个角色在中国西南方向 这可能是美国的最优选择 对于上面三种演变方向 最有可能的是第二个 俄乌冲突持续一段时间 只不过国际局势随时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是11月份的G20峰会 就看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谈得怎么样了 值得注意的是 26日拜登再次郑重表态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他做出这一表态的场合 是一场非同一般的会议 参会人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副防长西克斯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以及各军兵种的司令 可以说这基本是美国总统与美军方 所有最高层级将领的会面了 在特殊的会议做出极其重要的表态 这背后释放了什么特殊信号 第一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拜登表示我们必须负责任的管控 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军事优势 并清楚表明我们不寻求冲突 我们要与中国竞争 会有激烈竞争 但不必发生冲突 但我们将竞争 第二继续提升美国军力 拜登说 美国要以毋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的军力 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 最近拜登政府发布了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该报告中明确指出 军队现代化和加强军队 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 也是拜登及其政府的优先事项 至于具体怎么做 首先继续领导外交并建立联盟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战斗力量 其次保持北约的强大和团结 然后深化在印太的核心同盟关系 建造新的同盟 最后拜登重申了美国 正处于决定性十年的战略口号 两天前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 在中美关系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欢迎与中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 包括气候变化 全球卫生禁毒和核补扩散领域 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白宫则说 我们会继续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畅通 我们认为继续交谈很重要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 拜登政府一方面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也没放弃对华激烈竞争的策略 而且美国在全速提升自己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实力 意图维系自己在全球的军事霸权 26日 美国军方还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美海军与陆军当天成功联合实施了 一次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 这对美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和服役来说 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为什么美国如此急着推动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 因为美国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中俄 中俄前些年就在积极和快速发展高超音速导弹 如今有些项目已经成功投入现役部署 中国国防部27日举行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 期间中美问题和台湾问题被多次提到 有记者提出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接受采访时称 美方正在努力重开美中军事沟通渠道 希望中方能就此与美方合作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回应称 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表态 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 愿与美开展两军之间的沟通 但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 有底线的 针对美方前期恶意挑衅行径 我们采取坚决手段予以反制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 谭克菲强调 凡事皆有因果 当前两军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 责任完全在美方 美方如果有意加强中美军事沟通 就应言性一致展现诚意 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重大关切 消除影响两军关系的消极因素 为什么我国防部发言人 在当前中美两军沟通问题上 提到因果关系 为什么当前两军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 我们强调责任完全在美方 对于这两个问题 美国方面应该扪心自问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自今年以来 美国政治人物接连窜访台岛 对中美关系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 而美方一些将领口无遮拦 在涉华问题上大放厥词 当然也影响到中美两军关系 所以还是那句话 自己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欢迎认识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非常阶貌